今天來嘗試看看用三層三天幕搭避難所 差不多是這樣子了啦 檢疫型的避難所 三層三天幕 然後 需要的時候 風大的時候再把這裡 可以再把這裡綁起來拉起來 那裡面的話 蠻寬的耶 意料之外的寬耶 我看一下能不能躺人齁 頭身高180 頭尾躺平 差不多是這樣 如果是頭朝外的話 如果頭朝外的話就完全沒問題了 OK的 OK的 只是這種方法 只是這種方法比較克難一點啦 這可以當零食 零食用的 如果要一個人在這邊睡 所以 可能還是需要大一點的天幕比較適合 好啦 現在是 早上八點多 肚子餓了 應該吃飯了 在這個美景之下 有沒有 開吹 開吹 皮膚子餓的時候 把肥膚餓的 包吹 開吹 會 吃飯 請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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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房間 一般的房間 最新的房間 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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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柴螺的優點就是它的火 空氣對流很好 所以稍微一點火它就整個燃起來 只要確保它的柴芯的順序啊 由細到出 它都可以點燃 那就沒有問題了 奇怪 剛剛我記得風是往那邊吹 為什麼? 點火一點就往我這裡吹 真的熱 水啦燒起來了 引火燒著引火燒著 其實我也沒有用火烤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 想要起火 想要中火啊 想要烤火啊 火在野外可以這些熱啊 煙啊也可以屈紋 好啦來煮飯吧 煮飯吧 這間的焦焦脆脆 這間的焦焦脆脆 外酥里嫩啊 再來咧 看到這些肉汁沒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拿出雜妹的 麵包 給它 上一刻來 啊 我好像買到裡面有奶油的 不過沒關係 其實這樣奶油加熱之後 也會更香 OK了 看一下 爽不爽 啊 讚啦 哇 夾一條培根 兩條培根 然後再放一塊肉上去 哇靠 哇靠 然後再來一點 哎呀 完美啊 再來一點小黃 酸黃瓜醬 黃芥末醬 再來一點番茄醬 哦 我跟妳說 妳跟我說 這樣是不是很爽 哎 開動啦 好脆哦 超脆的啊 這個口感 哦 你雞肉 肉的厚度 鯉雞肉有肉的厚度 然後 培根 煎到焦焦脆脆剛剛好 然後剛剛煎培根的油啊 再用 軟發去把它的油 從鍋子沾一下 去把油吸起來 再淋上醬汁哦 爽 聽得到聲音嗎 超脆 一個字 爽 爽 爽 然後再配上 這個美景 櫻花的 再配上櫻花美景 哦 爽啊 完美 再來 剛剛那前菜 這個才是主菜 主餐 主餐 當那個雞腿排 排餐 OK吧 合理合理 好不好 熟了啦 看一下這個皮 啊 又焦又脆 好吃 讚 OK吧 OK吧 飯後甜點 剛剛主食吃完了 現在吃飯後甜點 OK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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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麵取個暖啊 好不好 雖然說現在也不是很 比我預想中的還要熱 不過還是不要浪費食物 把它吃完 OK 剛剛都全部洗完了 已經洗乾淨了 才發現 我帶著咖啡還沒泡哦 這超好喝的 哎呦 Fuck 可是 好算了 我也懶得再重新洗一次了 這一包就留著帶回家喝吧 那等一下 因為這樣差不多了啦 吃飽喝足帳也搭完了 那 等一下差不多該 拔鷹回家啦 因為接近中午越來越熱了 OK 那先這樣啦 掰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聰明的就知道這裡是哪裡了 好不好 這邊就不爆雷地點了 一些 施房經典啊 祕境啊 還是不要公開比較好 只要一公開啊 馬上就完蛋了 馬上就一大堆人衝過來 那就不是祕境了 OK 自己的祕境自己找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怎麼念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 收工 自己帶來的垃圾 記得帶走 掰啦